唐委員 副校長 邱校長 邱主任 各位同學還有各位嘉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我們非常非常高興 非常難等 我們請到我們這個 我想應該是同學們心中非常仰望的 同學們應該對唐政委都很熟悉吧 有沒有很熟悉 唐政委是我們國內最年輕的政委 35歲都當國家的政務委員 那個是政務委員就是部長 部長 大家知道 所以呢 是可以說是一個青年才俊 然後能夠發揮所長來為我們國家 為我們社會 來貢獻智慧 貢獻信力的一個青年的談話 所以我們學校真的是在重視教育 非常難得能夠讓 我們唐委員在擺盲當中 在國家政務委員擺盲當中 然後來給同學們分享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社會實踐 然後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同學們未來也是 是國家這個動娘 國家的頂級人才 所以跟唐委員今天可以有很多的 除了他的講演內容的這個啟發之外 那麼你們也可以提問 很多你們心中想要問的問題 然後大家彼此在年輕的心靈上 做一些交流激盪 然後我想一定可以激發 非常光亮的火花 所以我們是不是我們大家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唐委員 那我就把這個幫助 謝謝 謝謝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時間控制結構 今天應該是到12點嘛 是1點50左右 然後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 或者用手機 或其他可以上網裝置 點到slido.com 輸入0123 就可以進入這樣子一個地方 然後呢 那在這裡面呢 就是任何時候想到要問我的任何問題 就可以直接提問 那如果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 好比像說 王國紀元是一款真正的戰爭遊戲 就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高的 就會往上載 那越往上面我就會越先去回答 那最新的留言會放在底下 那任何時候如果舉手發文的話 這個優先等級都比在這個網路上面發文要來得高 那就是我們的空間結構 那我想 接下來我就是 完全以大家的提問 作為我這個回答的主題啊 那然後 那在 大家這個還在想要問什麼的時候 這個業配我想 我們就直接把它唸過去 所以王國紀元 確實是一款真正的戰爭遊戲 然後就可以 Archive 起來 那我先放一段影片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我大概 從入閣這兩年 大概工作的一些結果吧 或者一些工作的方法 那大家想到什麼都可以直接 繼續提問 不一定要跟影片有關 大概三分鐘的影片 每一個部會 現在都有一些開放政府 別落人 這些朋友們呢 去專門針對這些 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之前就知道這個 用意平台有點做 我其實本來預期是 我一定要大喊多關 在報告人大概一兩百萬人會去用它 可以改變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 有這個路徑是很棒的事 我們跟民眾一起寫說出來的東西 那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也覺得 也看到政府的努力 那我覺得真的是跟民眾 我覺得是有一個 真相關的一個關係 人們從一個國家 去描述他們的過程 去整個國家的過程 對 人們是非常感動的 台灣的社會創新能夠著重 例幾點在於行政部門 以及公民社會 中間的互信與協力 剛開始是我們是一個 非你組織 那想要用非你組織的模式 來設立一個有限公式 各部隊都來開會 來溝通這些的風景當中 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機會 對以前來講的話 已經往前進 前進了一個很大的 對今天我們要做形狂 做設計 對這些的民眾來講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我們來努力 然後我們來追逐 台灣第一位 越來越好 請灌溉 來 我接觸到很多民眾 他們是真的是想要了解社會企業 是什麼概念的民眾 因為真的是在他們社會之下 這個社會的這個傳統 與此同眾 共同來發展各種社會企業 以前會覺得政府部門都會有一點好像 他們其實很長進一天的聲音 跟相反的聲音 接觸不到這一點 我們能用那邊角色就是 可以把這些多民的聲音帶到 帶到這裏面 一方面是寫住 一方面有可能是進度 讓我們這個運作 跟這個工作 都可以打到一個 這個後補真 就是在這裏面的地方 如果覺得政府網站滿有 或覺得它不好 它來就對了 來的話你就有辦法改善這些東西 好 那這七個顏色就是我身上 穿的這件T恤 它就是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發展的意思 當然很簡單的來講 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到下一代 不下兩代 不下七代的地球 不管在經濟上 在社會上 在環境上 都比我們來的時候 要來得好 那這樣才叫永續 不然就不永續 那這樣子的一種想法其實是 就是我們從就是以前那種 好像環境跟經濟中間 可能是彼此比較有一些緊張的關係啊 慢慢的把它變成是說 那我們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這些價值 我們就可以讓社會力量 企業力量 關心環境的朋友們等等 一起進來 那時候聯合國是在2015年的時候 去頒布這個 就是他們問了全世界大概一百多萬人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開始問 然後問了一百多萬人說 你希望2030年看到一個怎麼樣的世界 那大家就放了一百萬盞天燈 那聯合國就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大概兩年的時間 把它集合起來 叫做A Million Voices 就是一百萬個聲音 那在這裡面 他們就歸納出一百六十九項的具體的目標 就是到2030年 我們要看到一個怎麼樣的世界 那這169項因為實在太多了 不是很好記 所以就分成17個顏色 那這17個顏色 分別代表永續的經濟環境跟社會 那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169項目標 不管你在做哪一項 對另外168個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所以這是第一次用所謂的三重底線 以前大家覺得說 開公司就是賺錢 賺錢可能造成一些環境的污染 那可能下班的時候 可能再去參加一些環保的NGO 去試著把這個外部性減低 可是這中間可能會有社會的衝突 所以又要做這個社會的 這個Solidarity 社會營造的這些工作等等 那但是事實上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力氣是抵銷的是比較多的 那共創的是比較少的 那永續發展目標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就一開始就是以 不管你是開公司 開合作社 開協會 任何的組織形式 都是以同時發展這三個為永續的目標 那這樣大家力氣就可以比較放在一起 就比較不回去彼此抵銷 那我自己的工作呢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辦公室 這個是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當時是大概上百家不同的做社會創新的朋友們來做的 那社會創新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你想到一個新的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不是for the people 是with the people 就是說你是越多人一起來參與 然後對大家就越好 它是為了公益 然後是希望捲動越來越多的人來參與 所以即使在這裡面有一些盈利 像社會企業 那也是with profit 不是for profit 就是說你是有錢賺 是可以用去經營 但是那個賺錢並不是唯一的目標 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上百家的這些朋友們 一起來設計出這一個射創中心 那像這個足球場很漂亮的這一個 它就是由喜漢爾文章基金會設計的 那所以我們發現說 有就是所謂唐世正、喜漢爾這些朋友們 他們看世界的方法跟我們不一樣 但是他們看的方法其實比較geometric 就是比較幾何式的這樣一種看世界的方法 那他們看世界那個角度是非常獨特的 就是要我畫我其實是畫不出來 那大家在看到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都會進入一個比較有創意的一個心理狀態裡面 所以每一個不同的就是身心狀態的朋友們 都可以有不同的貢獻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做社會創新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把傳統上覺得所謂的弱勢 所謂的要照顧所謂怎麼樣 盡可能用社會創新的方法去翻轉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是有貢獻的一群朋友 而不是只是說好像很可憐這樣子 像喜漢爾這三個字本身 其實當年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就是當你看到時候或者聽到時候 想法就不一樣了 所以剛剛影片裡面所講的就是我的工作 在聯合國相關組織發表的時候 我大概都是說我作為digital minister 就是數位政委 我做的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這169項裡面的三項 就是17.18、17.17跟17.6 17.18就是確保說各方面的資料 好比像說像最近比較紅的那個空氣盒子 就是大家自己量空氣品質 然後跟環保署的資料 跟各方的資料 我們都透過像分散式帳本等等的基礎 讓這些資料可以彼此之間互相相信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reliable data 那有了互相相信的資料之後 就可以去結合不同部門的力量 甚至跨國力量一起合作 那這個叫做effective partnership 然後最後就是如果中間有開發出一些東西來 像空氣盒子就有開發出 就是不只看這個台灣自己這邊的空氣狀態 甚至也包含全世界都可以自由的去下載去利用 因為並沒有著作權上 沒有專利權上的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做的這個像明顯公文 無聯網ci.taiwan.gov.tw 我們在推薦給其他國家使用的時候 我們就不是用一種殖民者的態度 好像人家就只能拿或者只能不拿 而是說我們是透過跟當地的朋友們一起創作 要比像說最近三個月是跟紐西蘭一起去 把這個我們在水資源上面透過人工智慧去 讓漏水可以及早被偵測出來的 這樣子一種演算法 不是說好像賣給他們 而是說去跟當地的做水資源的朋友們 他們的水公司等等 一起去進行三個月的協作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是自己擁有這樣子一個演算法的 這個科制化等等的這種權利 那所以就並不是好像是說台灣是廠商 而是說台灣是夥伴 那這樣子一種為了就是共同目標的夥伴關係 就是我們現在在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第17項的一些最主要的精神 那我自己主要做的是17.18 17.17跟17.6 那其他就是各個不同的方向裡面 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再進一步的去看 這些17個其實只是方便記憶而已 每個裡面都有比較細的目標 就是那169項目標 那所以這邊是很快速的把正在做的工作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大家想要挑戰什麼問題 然後如果我們到就是11點50分 就我回答了一部分的問題 但還有一部分的就OK 就有一部分沒有回答的話 那就先跟大家說抱歉 那如果我們到11點50 就是都回答完 然後再長也沒有人要舉手的話 我們就會提早結束 不過事實上這種事情沒有發生過 所以這次也不會發生 那有七位朋友們來問說 是不是真的沒有靠電腦 只用指模擬螢幕鍵盤 就學會程式設計 確實我在八歲的時候 就是1989年的時候 那時候確實在家裡有程式設計的書 可是沒有電腦 那所以我真的是用指模擬那個鍵盤 然後自己按鍵 然後模擬電腦 會怎麼樣的回應 那不過那是因為這樣子學習的東西 其實不要做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演算思考 或者運算思考 現在是蠻紅的一個關鍵字 那它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其實重點不是程式設計本身 而是說我們怎麼樣想到一個數學問題 我想到一個生活中的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分解成 每一個步驟都可以去 很容易地去教會別人 好像你把一個做一道菜的這樣子一個經驗 變成一個食譜 就是說任何沒有你那麼有經驗的人 都可以照著那個食譜 慢慢做出差不多的一道菜 這樣子一種思維模式 那所以這樣子的思維模式 確實不用電腦也可以學得會 因為其實演算法這樣子一種概念 已經非常非常久的歷史 那電腦出現才不過就是一百年不到這樣子 所以其實確實是你可以不用電腦 就可以學會運算思維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實際的電腦 有各種各樣的限制 運算思維它比較像是數學或哲學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你只要想得通 它大概就沒有錯 那但是電腦呢它跑一些東西比較快 跑一些東西比較慢 有些東西它需要特別的硬體 有些東西它需要網路連線等等 所以如果沒有實際的電腦的話 是比較容易是有一個全能的幻想 好像只要在紙上寫得出來的就一定做得到 確實也做得到 可是它可能要運算五百萬年才跑得完 那時候可能我已經不在了 所以就是說 運算思考是可以用紙跟比就可以學習的 這個是確實的 但是程式設計其實就是學著 跟各種各樣現實的限制去相處 那包含電腦本身的限制 電腦所連到的硬體跟網路的限制 使用者這邊的限制等等 那所以這些當然還是要電腦才能夠學得會 所以其實設計裡面是屬於比較 然後計算機科學或者資訊科學的這個部分 不需要用電腦 但是如果你實際要變成資訊工程或資訊管理 那那個沒有電腦大概還是學不會的 這是一個具體的回答 有一位朋友提了一個程序動議 說我講話太快了 我是可以講慢一點點 這是沒有問題的 有17位朋友想要問說 對於這次的公投結果 有什麼看法 這次的公投我覺得 我自己是 我們在行政院 昨天都還在討論說 我們對於每一個公投 他就是居住行政院 至少有兩年的時間 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一定要行政院做 那即使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做法 或就是說我們希望說 我們要往不同的方向做等等 就是可能都沒有辦法在兩年之內去 就是遞處公投的這樣子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 怎麼講呢 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吧 很多很多的事情是這樣子在討論的 那我們就舉這個最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所謂的婚姻品權的相關的公投 那這個公投其實大家都可能有拉票 不管往哪一邊拉票 那我想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社會因此而有對話 像我自己的阿嬤 她是86、87歲了 那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跟我爺爺一樣 她是陸港人 然後她的教會 她的教友都希望她投某一邊 那但是呢她的這個小孩 都希望她投另外一邊 所以在中間我們就多了非常多 社會對話的一個基礎 那也是透過這樣子的對話 我才發現說其實 就是大家對婚姻的想像是非常不一樣 就是像我阿嬤那一輩的 不要說我阿嬤 我爸爸那一輩的 其實對於婚姻的想像 都是所謂的儀式婚 儀式婚就是說 你只要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婚禮 那不管是請牧師證婚 或者是你是請好命婆 還是Family 各種各樣的方法 這個婚禮一完成了 婚禮就完成了 那你什麼時候去登記 那是你的自由 甚至不登記 她都可以因為婚禮的存在 而推定這個婚姻關係成立 這個是以前的結婚的想像 那但是當2007年就是民法修正之後 2008年以後結婚的人 就完全不是這樣子 她是變成所謂的登記婚 登記婚就是你找兩個人 然後跑去護身事務所登記 結婚就完成了 那至於你要不要辦婚禮 婚禮要不要辦多大 那就完全是你自己的自由 不辦 結婚也不會因此而失效 那但是所以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發現說 不同的備份的朋友們 對於婚姻兩個字的想像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之前儀式婚的想像 其實是有點像人出生就是出生了 然後你再去做出生登記 領健保卡領身份證 但不會因為你不領健保卡 或身份證出生就沒有發生了 出生是先發生 那是一個社會的 共同認知的一個行為 那登記在發生 但是呢 當我們2008年以後 改了這個結婚的定義之後 那當然之後 就是這一輩的朋友們 比我年輕的 或我這個年級的朋友們 都覺得說那婚姻 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公共登記的事情 那所以國家應該是有能力 去定義婚姻的內容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在進入公投的時候 蓋下去的時候 雖然看到的都是 您是否同意 什麼婚姻 什麼民法 什麼東西的同樣的字 但是腦裡冒起來的想像 是非常不一樣的想像 那所以我阿嬤在一陣天人交戰之後 決定不領公投票 她就沒有偷任何一方 那所以我們現在當然 就必須要說 同性婚姻 因為大法官是有保障 就是說你必須要至少不能比一般的婚姻 就是非同性的婚姻要來的差 那但是公投結果又拘束我們說 我們在接下來兩年 必須要用就是民法婚姻章以外的方法來定義它 所以我們昨天還在討論說 那這樣子的話 有哪些東西 我們是要就是完全比照 所以我們接下來行政院會出一個版本 我們的就是同性婚姻的一個法案 那它裡面的內容大概就是說 民法第幾條到第幾條 第幾條到第幾條 第幾條到第幾條 準用之 就是說這可能會很短 那但是大概講的就是說民法裡面這些這些東西 在同性婚姻都使用 大概其實整部法大概就長這樣子 可能失調不到 那這個你說是不是一百分的狀態 大概不是一百分的狀態 但是公投讓我們只能先這樣子做 那這樣子做完之後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像 或者覺得說有更多的像 據來講人工升職 人工升職的權利等等 那這個可能就沒有辦法 在這一下子就處理 但是當然回去之後去修人工升職法 或修這些東西 我覺得那都是之後的立法議程去可以去考慮的 但我們現在因為公投的結果 所以我們本來行政院準備了的 那另外幾個版本就沒有辦法斷出來 那這個就是事實上是這樣子 那大家還是可以繼續就是往就是 充分溝通這個方向去做 因為後來我就發現說 其實如果充分溝通 發現說同樣的字 大家想到的是不同的意思的話 大家比較願意就是靜下來 然後發現說其實 就是同性婚姻這件事情 並沒有真的去侵害到任何人的權利 那但是如果對婚姻兩個字 有不同想像的話 這個是溝通可以慢慢的去做好的 有時我也朋友問說 要怎麼follow每個領域的最新消息 跟最新的趨勢 其實我就是靠巡迴演講的方法 就是大家問什麼問題 我就知道說大家最近比較關心什麼 那我也不可能什麼都懂 所以說大家如果問到一個東西 我發現說那我好像不太知道 我就很大方的承認說我不知道 那好比像說到底剛剛那個什麼 這個真正的認真遊戲 那我就不是很清楚 那這個我就可能回去之後 再做一點功課 就比較知道最新的消息跟趨勢 那如果這是跟公務門有關的話 那我回去就會去問這個大家說 那各部會對於這樣子一個新興的議題 有沒有一個網頁 或者有沒有一套說法 來解釋我們政府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如果還沒有的話 我就會回去請他們建置這樣子的一套系統 所以像有一陣子大家都問AI 那所以我們就專門架了一個 AI.台灣 因為就是我就不用一直被相同的答案 我就可以說大家到AI.台灣.gov.tw 就可以看到我們AI所有相關的東西 那有一陣子朋友問這個剛剛講的就是民生公共物聯網等等 所以我就又回去請他們加了一個ci.台灣.gov.tw 那這些網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說它的網址是台灣.gov.tw 那在以前大家都會很容易發現說不同的部會 地方跟中央等等都是不同的網址 那所以你同樣的一個關鍵字 AI.台灣打下去 在以前可能就是四個不同部會的網頁 也每一個講的都好像只是就是摸到像的一部分 它比較沒有一種整合式的一個訊息傳遞 那我們現在這種整合式訊息傳遞的好處 就是說它後面當然還是像科技部啊 這些不同的部會在維護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一覽無遺了 就是一下就知道說不管是中央地方 不管是更不會對於AI的這個想法是什麼 那所以這個東西當我回去請他們加出來之後 我以後就只要訂閱這個網站的更新 那我之後就可以自動收到 所以我們關於AI政策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的實作 那所以就不只是我自己以後比較回答得出問題 我也讓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Google到這個問題的解答 所以大概就是靠這樣子的一個尋回演講的方法 來知道最新的一個趨勢 有位朋友問上了大學卻對未來迷惘要怎麼辦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是沒有上過大學 我連高中都沒有上過 我國二就輟學了 但是我稍微講一下我自己的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就是說我覺得迷惘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心理狀態 就是說如果你非常清楚你要做哪些事情的話 那其實反而就是對於跟你的領域不同的 對你的背景不同的跟你的想法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朋友 有的時候不會花那麼多的時間去看他 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就是道德心裡面講常有跟常無 這兩種心理狀態的一個差別 常有就是說你心裡已經很確定說 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要做什麼 已經有立定了志向 但是即使是那樣子 我還是會推薦說至少可能一個禮拜 留個一天下來 是在那個常無的那個狀態 就是說心裡並沒有覺得自己一定是要做什麼 一定是要是怎麼樣的人或怎麼樣 那在那樣子的情況下比較有可能去融會貫通 各個不同的就是你沒有接觸過的領域 或按照現在的講法就是同溫層以外的這些資訊 那所以我第一個推薦的就是說 我想不是去立刻就去找一個方向 就像我當時國中錯學的時候 其實我二的時候並沒有想說我一定要做什麼 但是我想的是說我關心什麼 或者是說我對什麼東西有好奇心 或我對什麼方向想要貢獻 像當時我最好奇的一個問題就是在網路上 為什麼大家只看關鍵字 忽然之間就好像變成最好的朋友 這叫swift trust就是快速的彼此信任 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必須要見過好幾次面 一起做過一些專案 至少一起吃幾頓飯 才能夠真的相信彼此 為什麼在網路上大家看起來這麼快速就可以相信彼此 那這個是我做研究 現在是教網路社會學 當時還沒有那個字 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可是我學了這個之後要做什麼 或者是說我發展的方向是什麼 或者是到最後跑來當政委 這個在當時是完全沒有這個想法 只是有一個好奇心而已 那所以這個好奇心作為方向 或者說這個關心的價值作為方向 我覺得比任何一個應用性的 就是你要去做哪些事 作為方向要來得持久 要來得長久 因為你如果要做哪些事 你覺得說你要練某一門技能 甚至你對那一門技能有一些特定的認同 這些都很好這沒有什麼不好 但如果它後面沒有連接到一個好奇心 或者是一個貢獻的價值的話 那很容易就是這個技能 會陷於一種個人跟個人中間的比較 或現在叫做競爭力的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就發現說 其實團體跟團體之間也許還有競爭力 但是個人跟個人之間競爭越來越不是重點 就是為什麼我們新的課綱根本就把它競爭 從國民教育的課綱裡面拿掉了 原因就是因為如果我們過度認同的時候 我就是要做某件事 我就是要把它做得比別人好 比別人好的話 那就是有點工具人的思維 那接下來人型工具出現的時候 就會感到非常的失落 因為工具人做得再好 可能都沒有人型工具做得好 所以就是說特定的技能去認同的話 我會覺得雖然看起來好像一下子 就找到方向就不迷惘了 但是有可能是說到 到後來你發現這個技能它被合併了 它被自動化了 它被怎麼樣 又會陷入一陣更深刻的迷惘裡面 那所以還不如說一開始使用一個好詞心 或者是想要解決的一個社會環境問題等等 去帶動自己學習的這個想法 所以像我當時就是關心 為什麼網路上大家一下子就互相信任 那這個就帶著我去學 好比像說心理學 因為有這個腦補的這個作用 所以我想要了解腦補 那就必須要了解像什麼 玩心心理學啊這些心理的投射作用啊 這些東西 但是裡面又有就是你看到一些特定的字之後 就會被號召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又必須要去學社會學啊等等 就是用那個問題去帶著我去學習 所以我會覺得說不急著怎麼辦 試著跟這個迷惘相處 那在某一個地方你可能就會冒起來說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搞清楚某件事情 或我很想要讓某個部分變得更好 那拿那個去當作方向我覺得是比較穩定的 有15位朋友們問說 電子化的公投啊有什麼想法 這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如果大家有排過隊的話 就會發現說這一次我不知道在這邊是怎麼樣 在台北也是很誇張的 對那所以大家當然都提了各種各樣的一些精進的一些做法 那其實中選會的前一任主委就是劉一首老師 其實當時就已經做過電子化投票的一些模擬 應該是政大的選人中心有開發過一套系統 那那一套系統其實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投票的部分 你用可能觸控螢幕 然後他印一張類似收據這樣子出來的東西給你 那所以他還是有紙本 不是沒有紙本 只是說他讓人好比像說如果你是市長朋友 或者是你是行動比較不方便的朋友 或等等的這些方式 因為他是放在一個就是可能有一個專門的無障礙通道 所以他也可以用一些語音 或用一些多媒體的方式去在不破壞投票的秘密性的情況下 還是讓各種不同神性狀況的朋友都能夠去順利的投票 那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電子計票 就是不管你是用手去蓋是或否的那個張 或者是像我們答案卡一樣 你去畫這個是否是否是否這樣子 那那樣一張卡其實都可以用光學掃描的方式去進行計票 那這個主要是讓選務人員不需要忙到半夜好像一點還是什麼之類的 因為選務人員真的是很累 然後我們如果這個到最後大家都不太想當選務人員的話 選務品質就會更差 所以我們就是計票這件事情 它是並不是讓大家更方便投票 但是讓選務人員不用加班 那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留住選務人員 所以電子計票當然是比較公信力比較高的一個方法 就是因為事實上那些指都還是在 那所以它只是快速的用光學去擠過一次票 有點像數超級那樣子 那機票完之後你還是可以用抽檢的方式 就是全國挑幾個投票所 那我們用人工跟機器同時點 那這樣子我們就知道說它的機票機器本身是沒有出問題的等等 所以這些我想中選會目前都在進行評估了 不管是就是無障礙通道或者是你如果願意的話 你可以用電子投票 那這個是當然需要比較多的徵信 那責信 那但是後面的這一段就是讓選務人員可以比較早下班的電子計票 這個需要的責信的程度往往又少一點點 而且有一些數學方法可以去保證說它是不會被務弊的 那真的不行嗎 就重新再點一次嘛這樣 那所以這兩個我想中選會目前都在評估 我們會看一個月之後他們的評估報告 再去做決定 那我主要提出一些可能的方向 那但是最後 因為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所以不能說任何人去督導它 就是他們最後還是用核一支去做出一個 下次要怎麼投的這樣一個決定 那有十九位朋友問說對核能能源的想法 這個就像問我對區塊鏈技術的想法 就是說它當然有各種各樣的應用 就跟區塊鏈有各種各樣的應用一樣 那我們現在當然也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念核工的朋友 都非常投入在所謂的第四代的核子能 就是把我們現在的核廢料當作發電的原料 的這樣子一種技術 那這樣子一種技術 我自己當然是覺得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 是很值得研究 因為它真的解決核廢料的問題 而且它中間也比較不容易導致核物的擴散 那為什麼這個技術之前比較沒有人研究 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它比較沒有辦法提煉出 用來做核彈的原料 那但是我們對於發展就是核物 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所以如果就是能夠往這方面研究 盡早能夠做藥術 能夠拿核肥料當作燃料 然後又不會造成核物擴散的話 我是覺得這是蠻值得的研究方向 就像現在有人問我 如果你要研究區塊鏈的話 我也會跟他說有些研究方向 但不要拿來炒壁 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有一些研究方向 我們覺得是對世界是不錯的 那在現在這一代的技術上面 那當然大家的疑慮是比較大 那當然一方面這個也許可以透過科學的方式來解決了 那二方面就是在現在這一代的技術上面 是不是有可能去做一個比較平衡的討論 那這個也是在公投之後 現在大家都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像我媽媽對公投的看法一樣 我其實並沒有特別說一定要多快的 讓討論收容出一個結果 但是我覺得有討論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討論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完全看就是當時的 就是誰稍微多一票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我們在公投的推行上面 其實看國外的意見 大概都是說 如果公投前面有一份充分的討論 好比像說像瑞士他們可以討論到一年以上 有充分的討論 大家對於各種可能的選項都已經有 一個討論之後再會接到公投選項 那這樣就會變成是說你投下去 你要嘛覺得那不錯我投的過了 那要嘛你也覺得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它就不會有一個撕裂社會的一個感覺 那這次因為討論期就是真的沒有很長 然後中選會也可能因為第一次就是做這麼多案的關係 所以到最後就只能保證秒數上面的平均 然後就沒有辦法保證這個討論品質上面的任何事情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會導致說 那大家會分成好像這個贏者全拿 然後輸的會覺得自己輸掉這種感覺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這是下一次我們可以真的多花一些時間的地方 下次的時間也更充沛了 所以我想這個想法是要靠大家就是共同討論來做到的 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運算思維這門科目在寫程式占有什麼樣子的定位 其實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這應該就像是說 我們運算思維是對於寫程式對於程式這件事情不害怕 所以它是它的一個前導 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有運算思維 就好像說我們在學公民與社會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你學了之後你就要變成立法者 或者你變成大法官或怎麼樣 而是說你不要怕法律 不要覺得法律好像是少數人才能制定的東西 而是說最基本的一些正當程序啊人權啊所有這些東西 大家心裡都有一個底 那有一個底之後你對法律更有興趣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懂一些更懂一些更懂一些 那這樣子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說 所有人對於法治的這個素養 是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就是你在任何一個情況下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比你更懂一些的人 然後翻譯就是比較專業的一些像大法官實行啊等等 變成大家都可以聽得懂的 那整個社會都可以這樣接得起來 那如果是像就是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法律 那大部分人都沒有法律素養的話 那就算有民主的形式 那其實很容易也變成一個比較獨裁 或至少比較極權的這樣子一個社會 那所以我想運算思維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大家不是說好像每個人都要變成城市設計師 可是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說 寫城市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很神秘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用像Scratch這種東西 就堆幾個積木就覺得說 這個學會了一些 或是說像我常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有一個朋友叫Linda Lucas 他是教這個所謂Rails Girls 就是去教旅行城市設計 那他開班的時候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說 那你生活上有什麼很具體的問題 我可以教你剛剛好夠用的城市就解決的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就是說城市它是為了讓我們整個社會變得更好而服務 像還有一個學生就是有一個小孩還小的一個年輕的媽媽 她的小孩每次她只要一出門就會開始哭 有嚴重的分離焦慮 那她就是學了剛剛好夠用的城市 大概學了兩個多禮拜 就寫了一個把她的運動手環連到家裡的一個 就是LED顯示幕 那去顯示說媽媽離家裡還有幾步 那所以她的小孩只要看到這個 300步 200步 100步 50步到0步的時候 媽媽就會打開門就一定會出現 那很神奇的就是說 之前就是這個小孩別人抱都會哭 她不管去炸火店還是去哪裡都就是離不開的這個狀況 就很神奇 她會發現說只要有一個可預測性 她只要出道0的時候媽媽就一定會出現 小孩習慣了幾次之後都不會哭了 會安安靜靜的等她10分鐘20分鐘之後 繞一圈再回來 那所以這個偶像是蠻好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並不是說她是為了當城市設計師而學寫城市 而是說她了解到說她的生活裡面有一些部分 她可以不需要一天到晚一直打電話回來 這個跟她小孩講話 她也可以透過某些可自動化的方法 讓這樣子一個她生活上一個很具體的狀況 可以獲得就是更好的生活品質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運算思維 就是去看整個工作整個生活裡面的每一個部分 哪些部分可以透過自動化 讓這個狀況品質變得更好 不一定要自己寫 你可以找朋友也可以找什麼 但是這樣子一種退後一步去看自己的 就是流程 生活跟工作流程的這件事情 這個才是運算思維最可貴的部分 那有18位朋友們問說 是不是覺得這次台北市長的選舉需要重來 那這個是否有選舉不公呢 該如何解決 第一個就是我是新北市的市民 我跟台北市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我沒有去投台北市長的票 那但是確實啊 就是我們也看到說 因為開票的就是時間的關係 其實當天從4點我就已經會行政院 然後跟院長跟同事一起看開票 所以我們很快就看到了 就是所謂的就是在某些投票所 她已經投票完了 那投票完了之後 其實中選舉會還沒有真的開始開票 但是電視就已經開始開票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有別的投票所 那同時還在進行投票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當時確實也是覺得說 為什麼我剛講這個就是要 就是要 不管快速計票 或者用一些方式 讓公投可以不要造成類似的情況 就是我們也覺得說 這樣子 不管它是不是行政法上面 所謂的選舉不公 它至少會造成一個 就是不管是投票第一名第二名 還是第三名的人 都有話講的 的這樣子一個 就是大家都不會覺得很開心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會具體改正的 所以院長才會那麼快就說 那我們就請中選會去規劃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未來不要再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所以我也確實覺得說 當然在行政法上 它是不是被認定選舉不公 那個是司法體系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教訓 就像是去年五月報稅的時候 就是Mac跟Linux的使用者 可能要花四個小時才能夠報稅 那報稅還是比較個人的事情 投票是公眾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時花了很多的力氣 那今年把報稅的這個系統 整個重整都要很好用的 所以我也在就是 院裡面也是說 那其實我雖然是數位真偽 但是不一定只能幫忙數位技術 就算是完全類比技術 就像投票這種完全類比的 那我也很願意去幫忙去做 使用者體驗的改善 那這個也是在選後的一個 算是一個具體的一個檢討吧 那該如何解決 那有非常多方法 其實如果這邊有朋友在 就是學設計思考的話 其實可能已經想出非常非常多方法了 那我們現在會先看中選會一個月之後的那個改建報告 那未來如果需要 好比像說大家來實際實驗各種方法 或者我們辦公室也會招見習生 也會不會有設計相關的見習生 如果對於就是方案ABCDE的評量有興趣的話 或者是增進有興趣的話 那也很歡迎之後應該會有讓大家都能夠來幫忙的一些方法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我是不是同意未來的公投案 應該要使用能夠讓民眾理解的多重否定句 那我想第一個是說 就是當然看到兩個不就自動消掉 那當然一方面是說 真的要講的話 這次公投案裡面 唯一比較靠近多重否定句 也是把那個廢紙 就是當作動詞用的那一案 那其他的 你說真的有多重否定嗎 好像也還好 主要是雙重否定 那然後 那 不過就算是只有一個否定 其實也已經是 有點misleading 所以 重點倒不是多重否定 事實上這次公投應該沒有多重否定的狀況 對 那有雙重有單重否定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覺得說 重點還是那個主文的 容易讓人了解的程度 倒比較不是說 裡面用了多少個布 那 但是這個容易了解的程度 當然就有點過猶不及 就是說 以前是有一個公投審議委員會 去幫大家把這個東西調整到很好 那當然反過來也會被批評說 那有一些就是和無限法的就被搓掉了 那所以這次公投法的修法裡面 是把這個審議委員會拿掉了 但是審議委員會拿掉之後 中全會我也覺得說 他當然未來還是可以去做 就是更比較是澄清性質的 這樣子的工作 那甚至透過一些具體的討論程序 去讓這個東西變成大家很容易 一望幾隻 就是知道自己投的效力是什麼 的這件事情 所以 就是對於這件事情我是竟不要同意 那但是我想重點可能不是多重否定句 而是說他有沒有辦法讓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 紅頭實際的效力 而比較不是大家看到特定的字眼之後 他可能去擴增一些想像的一些效力 大概這樣 有24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近年來教育改革的推動 那醫化或者體制的目標 以及課綱推征跟考試制度的看法 這個是應該可以開一個semin 然後我們可以一整天就談這些事情 那不過因為時間關係我就快速講一下 其實這一次在選舉前兩天 有一個對我們來講很大的新聞 那對各位不一定有那麼大的感覺 就是我們的108課綱最後的高中值的15群課 就是技術高中15群課 終於全部審議通過 那這件事情真的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他沒有在這個時候通過的話 那課程會就要換屆了 那課程會換屆的話 那我們明年9月就沒有辦法課綱如期上路了 那108課綱又要改名叫109課綱了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大的政治上的一個挑戰 那尤其是課程會當初為什麼會組成 可能大家還記得 就是在所謂課綱微調的抗議底下 我們去特別組成了一個 不只在課發會裡面 透過逐字紀錄的公開 我們在課程會裡面 也讓家長、學生 所有這些相關的代表 也是主自紀錄的公開 這樣一種激進式透明的方法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當時國教院的公信力已經低到 這個可能快要變負的 沒有 公信力不會變負的 但低到快要零了 那所以我們是透過這樣子透明的方式 去重建這一套課綱審議制度的公信力 但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它的程序 你要走這套程序 當然它的時間就必須要比較長一些 所以課程會在現在如期完成 我是非常感謝我們 葉劍龍部長的協助 因為不然的話 就是問題會很大 那這樣如期完成之後 新課綱到底跟舊課綱有什麼差別呢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之前的課綱 它是用一種所謂技能導向的方式 來進行教學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嘛 就是說你到可能高一的時候 就要分一些不同的組 其實我不知道 我是都是聽人家講的 據說在高中的時候 就要分不同的組啊 據說就會要所謂這個 有不同的specialty啊 然後會開始分科啊 然後高職跟高中中間比較難轉換啊 等等這些狀況 甚在國中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有不同的分流啊 等等的情況 那這些技能導向 就像剛剛講的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我們很難說 比如說你七歲進入國民教育 到十八歲的時候 過了十二年 世界到底變怎麼樣 現在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去講的 那所以技能導向的問題就是 這些技能過了十二年之後 還存不存在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它很可能變成別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在新課綱裡面 我們強調的就不再是技能導向 我們讓整個大考中心 整個施培 全部的系統都切換到 所謂的素養導向 技能是比較外面的東西 那素養是裡面的東西 那素養所謂的三面九項 三個主要的素養就是 自發、互動、共好 那自發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你不管學什麼 是因為自己有興趣 所以去學 自己去找出要學什麼 那這個體現在 國民教育裡面 就是在高中裡面 引入大學才有的選修制度 那所以在高中裡面 其實未來就是 我們每個學生 有自己的課表 這樣子的方式去規劃 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互動 就是去跨領域的、跨科的、跨文化的去進行互動 那在這個互動的過程裡面 甚至如果你高一覺得說 那我對某個技能有興趣 對某個技術有興趣 你還是必須要去了解到說 但是各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領域 是怎麼看這樣子一個技能的 那你到高二可能覺得 那我就要切換回學術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切紅 讓它變得非常的容易 那反過來講也是一樣 所以它的分科的時間 未來會比以前要來的晚 那而且呢 跨領域所謂capstone 就是你是以解決某一個社會 或環境問題 甚至在你的高中階段就去創業 作為你的學分的取得方法等等 這些我們都讓每個學校自己來規劃 所以每個學校接下來 不管是國校、國中、高中 都會有所謂的校定必修、校定選修 我們就是希望說 學校能夠更多的去跟在地的大學 好比像說台南大學 我們再來去進行結合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就可以有在地的這個資源 那以前的這種所謂的 剛性課綱就是教育部定了 那學校變成只是執行單位 的這樣子一個思維就可以反轉 變成是每個學校自己的課發會 跟家長跟在地的大學等等 去綜合出來去做互動 所以這個互動也是跟在地的互動 那第三個是所謂的共耗 共耗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把別人當作是工具 是要把別人的價值也當作是值得尊敬的價值 那就算我們價值不一樣 我們可以調和出一些共同價值 那這些調和共同是有價值的方式 那當然裡面有非常多就是互相傾聽啊等等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聯合國人區發展目標 要導入這個實際教學的一個方法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你不管在做實際上哪一項 對另外16項都可以有一些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就是所謂共耗的素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想 整個國教的系統都會被翻轉成 就是學生裡面的部分 而不是學生好像競爭的那個部分去進行教育 那這個部分很坦白的來講啊 就是我們大考中心師培師子教科書 大概都不太是問題 那終於我可以這樣講都不是問題了 因為課程會終於過了 那最大的問題我想還是社會 對這樣子的一套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 所以如果家長還是覺得說 那學校是訓練小孩去有一級職場的 然後也不做別的 這樣子一種就是比較反通式的這種想法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在實際執行上當然是為大折扣 那所以我們對於家長的賠利 我想其實接下來最重要的 這邊再講體制的目標 是體制的最重要一個目標 那另外就是醫化的部分 醫化的部分我們學位授語法也三度通過了 所以其實未來在大學系統裡 但其實大學系統外 透過這種遠距的就是上課 所謂的翻轉教室 就是你在家裡先把該看的都看完 那實際到了課堂上 就一起來組隊打怪 來解決問題 所謂的PBL等等這些方式 那在未來學位授語法裡面 這個才會變成是常態 那像以前這種就是完全 以學系為本位 然後你要轉系跨系 或什麼都要有很麻煩的程序 這個未來可能會變得比較少見 而比較多的是 你可以跨學系以學院為本位 甚至是跨院 甚至是變成好像是遊戲裡面成就解鎖 就是你學了兩年 然後去做某件事情 某件事情你發現你需要學管理 又回來再學個兩年 然後再這樣子不斷的切換 那這樣可能八年就過去了 但是你最後拿到這個大學的學位 不是一個單純的學習學位 而是各種各樣子 就是你自己所編定的一套 這個學習的程序 那你拿著這一套 可能如果你真的對學術貢獻有興趣 就可以直接去念博士 你可以跳過碩士的這個階段等等 所以未來這個部分的彈性會變得非常大 那我們也會推薦說就是 如果在大學階段的話 可以稍微關心一下我們新的學位授語法 那這個是我覺得也是蠻有意思的 有24位朋友們問說 有工作啊有演講啊 又要經營網路平台啊 是怎麼樣規劃我的時間嗎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三個是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因為我是負責青年賠禮 青年參與的政委 所以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 如果大學要我來的話 那我是來扯不拒的 那即使是我來不及回答的問題 我每個一定都會看過 那這樣子我才比較了解到說 現在的就是青年朋友們 在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我們會把整個社會 帶到大家關心的那個方向去 那我在院裡面一直都是有一個講法 就是說青年就是各位數位原住民啊 像我是數位移民啊 我是二三歲才開始接觸到忘記網路嘛 十四歲才真的投入全球資訊網 那當然因為可能小時候移民啊 所以就是學的都就是還蠻native的 但是各位是從一認識字 其實就已經有網路了 所以對於世界的想像 從一開始就不是有限的資源 然後好像只有少數的人 會關心少數的這些題目的這種想像 而是說你不管關心多麼冷門的題目 你在網路上一定都可以找到一個社群 在這種很開闊的想像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才真的能夠去找到未來的方向 就是不管是個人有多迷惘啊 群體啊有這樣子的思維的話 才真的能夠找到一個共同的方向 所以我一向跟同事都是說 其實數位的原生時代 是我們整個社會的一個向導啦 那我們當然盡量的跟上 盡量不要去擋路啊 盡量不要絆倒大家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整個方向應該是由數位原生大家來決定 那我們這些數位移民啊 我現在也壯年了 也不是青年啊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盡可能的不要擋大家的路 然後讓大家走的比較覺得有bar 那就是從擋住大家的角色 變成在後面支援大家的角色 那這是我整個工作的一個想法 那所以不管是我現在的就是跟大家對話 或者是說經營像join平台啊 這樣子的網路平台 其實這都是同一個工作的不同的側面 那至於時間規劃的話 其實當時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我就有所謂約法三章 三個工作條件 一個工作條件是說 我不管在哪裡工作都算工作 所以我現在是上班的 我並沒有請假啊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可以就是在 在就是 這種地方 然後去跟這個 這種 這個自駕的三輪車 這個互動 我都還可以說我在上班 因為我就 本來就不受工作 時間跟場所的限制 那這樣子其實 我們人事行政總處 它其實有個函 就是任何公務員 他的工作只要跟網路有關的 本來就不受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只是說以前大家不太敢用這個函而已 一方面是因為覺得說 你勞工還沒有這個 那是權利 公教人員先用 那可能社會童年覺得這樣 那但是2015年 勞工也開始有 就是電傳勞動的使用順責 所以其實2015年開始 任何勞工也都可以用相同的理據 他不一定要跟網路工作有相關 他只要說我在星巴克 或者我在哪裡工作 我在家裡工作 比較安全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可以去跟他的雇主去進行協商 說他要電傳勞動 那這個是2015年的勞動部 就已經透過我們V台灣平台 徵詢意見之後 是已經正式使用的 所以在2015年以後 公務員就不用擔心說 好像我們先走 沒有 是勞工先走 所以2016年我入閣開始 我就已經不受 就是工作場所所限制 所以我只有禮拜一跟禮拜四 回到行政院跟科技匯報開會 那二、三、五 我盡可能就不會在台北 那禮拜二我會巡迴全台灣 那像上一個禮拜 才剛從台東回來 那禮拜三的時候 我是在這邊 那這邊是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只要願意把我們對話的內容 公佈在網路上 那就是我的office hour 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都可以來找我 那所以禮拜二是我去找大家 那禮拜三是大家來台北找我 那禮拜五的話 就是一個召喚售的概念 就是大家在Join平台上面 有五千人提案 那好比像說 恆春的之前有提案說 他們希望在那邊放黑鷹直升器 因為要當救護車用 那我們就想說 這樣真的 這真的好嗎 那最後談出一個結果 就是原來他們是要當 醫療用途嗎 我們就蓋一個更大的 恆春的醫院 那像這個時候 就會是禮拜五 就是等於被八千多人 七千多人召喚到恆春 去跟所有相關的部會 去跟大家做進一步的討論 那或是像澎湖南方四島 這件小財權老師的這個案子 那他也是把我召喚到澎湖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任何人只要就是 湊了五千個連署 就有召喚唐公的這個權利 所以就是 大概是這樣在分的 所以就禮拜一開政務會議 然後禮拜二去巡迴全台灣 找大家聊天 那在禮拜三的時候 是大家來台北招呼聊天 那禮拜四的時候 是開科技匯報跟院會 那禮拜五的時候 是遭到召喚 所以大概是 就是每個禮拜的 每天有各種不同的這個想法 有二十一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為什麼選擇留長頭髮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時候就是會引發大家的問題 我才可以說 就是社會企業有各種各樣的面向 那我頭髮是在一家社會企業 叫做好剪財去剪的 然後 對 那就是說 它是 為什麼 對 哇好棒 它有直接登錄到這個地圖上面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其實就跟為什麼 一直要穿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T恤一樣 就是說 是要做 就是 見證啊 廣告啊 那 為什麼我要特別推薦這一家 是因為 它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它是 一家社會企業 那大家想到社會企業的時候 大概不會想到剪頭髮的 而且是蠻潮的社會企業 去 就是 燙了兩次頭髮 然後 他們都有非常潮的 什麼街骨木啤酒啊 什麼這個 什麼這個 什麼 全天然的製成的什麼冰淇淋啊 什麼之類 它就是 弄得非常這個 美奮美奮 非常文青 那但是在這個 非常文青的後面 它其實是 有它的社會使命 那它有把它的社會使命 很明白地公佈出來 其實我們社會企業就是說 你想要讓社會 或環境的任何一個地方 變得更好 你明確地講出來說 這個不是我們賺了錢 行有餘力才做 而是說我們不管賺不賺錢都會做 甚至它就是我們經營模式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它就會去 讓所有人都可以知道說 它的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他們要deliver 怎麼樣子跟其他理髮店不同的價值 那所以 我去的時候 包含這個 幫我洗頭的那一位 這個設計師 他都朗朗上口 他們這個店的價值 說他當時投履歷 只有投這一家 然後因為他不但是有這個很好的 就是職業訓練 然後等等的這種 有點類似合作社的這樣子 一種勞動合作精神 那甚至也包含說 他們會有透過意見的方式 去讓整個社區裡面 不管是就是新住民啊等等的這些朋友們 都或甚至無家者啊 這些朋友們都可以透過剪頭髮的過程 他不用付錢 他要講他自己的故事 來讓整個社區更加了解 就是這些朋友們的生活 來促進這個社區的社會連帶 那他們也透過各種參訪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到髮型藝術 是一門專業啊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所以我是覺得還蠻有意思 就是說我留一個炒頭髮 就可以不管是這個生肌的養護的品牌 什麼綠藤生肌啊 或者是燙頭髮 好險財啊 或什麼東西 可以非常容易的去當各個不同的社會價值的這個代言人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就是行銷方面的一個使用方法 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地方創生有什麼看法 其實如果大家有參加像青年好證啊等等的這些活動的話 其實可以知道說我們今年是所謂地方創生零年 因為明年才是元年 那地方創生零年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把每一個地方 所謂的地方在這裡的一個比較準確的定義 就是在台灣的所有的象徵室裡面 大概我們挑個三分之一左右 大概一百多個 裡面大概都是五萬到十萬的人口 那都有同樣的結構 就是說它可能它當年有一些地方的特色 有一些傳承的文化有些什麼 但是當我們去問在地的青年的時候 這些青年對於當地的文化 特色傳承的興趣比較少 那就是說簡單來講就是外流的幾率比較大的 這些地方 那反過來講就是說它其實有相當豐沛的一些資源 但是這些資源呢 有些是精神的有些是文化的 有些是農特產的 有些是在地原住民族的 或者是這些東西 它可能有些斷代的一些情況 那在這個情況下就會造成說 大家外流的比實際移回來的多 那地方創生這四個字其實是從日本拿過來的 那日本的地方創生其實它也是一個人口政策 因為他們就是觀察到大家都要往東京急嘛 但是你到了東京之後 因為實在是人太多太急了 所以就不會生小孩 所以那個日本的人口曲線就會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的地方創生這個生也是生小孩的意思 就是他們會希望說大家不但能夠關心在地 而且在在地甚至是國中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培養跟在地的這個故事啊 文化啊 人際網絡啊 等等的這些感情 那所以呢 真的到東京讀大學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讀的時候 他心裡想的是他怎麼樣回去 去讓在地的這個狀況變得更好 而不是說如果他在小的時候 就一直就是不惜 只是為了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那他當然離開之後大概就不會再回來了 他可能就會去別的更大的都市了 所以他其實後面是一個對於教育 或對於學習的這一套想法的一個 重新構築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 就像剛剛在聖靈國家課康所說的 透過每個學校的課發會的發揮 以及每個大學的大學社會責任的營造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讓所有的甚至是國民小學階段的小孩 都可以理解到說 這個地方有什麼獨特的地方 有什麼可以發展出來的生態系等等 所以同樣這個也是 所謂青年式地方的嚮導 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大家想完之後 有哪些可以活化的 哪些可以活用的等等 那這個都是奠基在以前的 所謂的社區營造的這個基礎上 只是地方創生在 除了社區營造之外 更多方面的去放了人口政策 然後以及所謂的在地的社會企業 就是為了讓在地更好 而去做的經營的生態系 那這樣子的話 不管你念什麼回來 大概一定有工作可以做 而這個工作呢 它不是只是創造產值的工作 它是創造意義的工作 那怎麼樣把創造意義的工作 跟在地的這些創造產值的工作 去加以結合 那這個就是接下來的地方 創成最主要的工作 那同樣的透過青年好徵 或透過USR 透過各種各樣的系統 未來大家都應該有非常多可以參與的地方 實際上我們這些系統啊 你就認識一下在地的合作社啊 社區發言協會啊 所有的這些社會企業啊 那大概都已經有很多題目 是可以已經做的 那有18位朋友們想問說 欸為什麼在智商這麼高的情況下 在中學載學了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成人的智商 在我看來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可能小學階段 或幼稚園階段 你說你去測他的不同的學習模式 那個可能還有一些意義 因為每一個小孩 他可能需要用空間的文字的數學的影像的 互動的幾何的 等等的不同的方法去認識世界 所以我們所謂的教學診斷 那那個時候你要測一些 我是不反對 那但是到了成人的時候 其實真的測字上 是完全沒有用的一件事情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韋施智力測驗量表 我成人的時候做了好像三次吧 我就發現說 你只要帶著手機 手機上也不用很多 灌大概五個APP 那每個人都報表 每個人都是測不出來 就是160以上 因為他測的是一些最不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你可以正背一些數字 那大概每個人都是報表 那這個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現在在以前 智商可能還有一些意義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發展 我們所謂的這個 Exo Cortex 就是我們的智力的衍生的運算裝置 可是我們現在每個人手上都有這樣的運算裝置 所以你測這個 等於就是你測你用APP的熟悉強度 那這個東西到底還有什麼好測的 所以我是蠻反對就是把成人的智商 當作任何有意義的東西 因為其實你只要會用正確的APP 大概都一樣 那先回來 就是說那在中學 辭學到底做什麼 其實常常大家會有一個誤解 就是說好像我 辭學之後就是在家學習 就好像我在入閣的時候 談到我可以遠距上班 大家的媒體都報成在家上班 大家聽到我剛剛的頒表 就可以知道我沒有哪一天是在家的 我基本上都是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那同樣就是說 辭學也不表示在家自學 我也沒有哪一天是在家 我跑去創業啊 跑去大學旁聽啊 跑去就是環遊世界啊 但是我基本上並沒有在家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它的重點 其實並不是說我對學校的關係喪失了 恰好相反 我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可以在不去特別追求 就是學位的這個情況下 去有一種那大學的任何資源 都是我可用資源的這樣的一種想法 那為什麼辭學呢 其實當時校長 我的中學校長 杜惠平校長 也有問我同樣的問題 那我就給他看 就是說 當時我也會做科展的關係 那所以就跟國際的 因為我科展做的是人工智慧啊 做的是就是 就是機器學習的邏輯推論 那所以我就給他看說 我跟這個全世界人工智慧的研究者 那他們可能發一篇 paper 那在以前紙本的時候呢 大家都告訴我說 你看了 journal 上哪一個人很棒的 paper 你如果要跟他做研究 你就是要先取得學位 可能要出國 要考到他的 lab 裡面 然後他要當你的指導教授 你才有可能跟他一起做研究 大人都是這樣跟我講的 那但是後來我發現 忘記網路之後 就發現好像不是這樣 有一條捷徑 就是說 因為他在paper 真的見報 就是初期看之前 大家都會把preprint 就是同拆審閱 放到網路上 那所以呢 其實我也不用付錢 我就可以直接取得 最簡端的人工智慧研究的paper 到現在都還是這樣 你到archive.org 都可以看得到 那但是呢 你下載之後一定看不懂 那我也看不懂 那沒有關係 就慢慢追reference 追追就會發現說 他可能有些假設是錯誤的 或者是他有一些 引用好像乖乖的 還是怎麼樣 那這個時候呢 在當時我14歲的時候 我就直接寫信 去給那個研究者 因為都會留一個email 說我覺得你研究哪裡乖乖的 然後我覺得我這邊 可能可以好一些什麼之類的 那因為我英文也很差 所以我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才能夠把那封信寫完 但是寫完之後 英文就還不錯 那所以呢 他收到的時候呢 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他也不知道我英文其實很爛 那他就覺得說 這一定是哪裡來的 這個很厲害的研究者 所以他就非常 非常巨細迷移的 去開始跟我去做研究上面 一些做討論 那這就是隔著螢幕 很容易相信別人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完全覺得說 我就是一個研究者這樣 那所以我一下就可以開始 跟他一起做研究 甚至很快就可以開始 一起去參加conference 甚至之後就開始一起 發 paper 等等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說 那這是一條捷徑啊 我什麼都不用做嘛 我研究阿姨都不用考 我就可以跟 甚至是世界上 最有名的一些人 或是研究者 開始一起做研究 所以我就這樣跟校長講 那校長就看了我的這個 correspondence 就是十幾秒的過程 然後校長就說 對 你說的對 你明天就不用來了 我就幫你滿著教育局 因為當時還沒有增加自學 所以讀學來的時候 他就要滿著教育局 說他對我來上課 其實都沒有 那段考的時候 我還是得出現 那段考我就都交百捐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等於在校長的這個 保佑之下 我就完全有一個 那我就直接跑去大學 旁聽課程的 這樣子一個接近 那到大學呢 因為其實教授都發現 我是真的熱愛知識才來的 而且呢 也不會搶到他的名額或學分 或什麼之類 所以同學跟教授都對我很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就把大學翻過來 變成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資源 而不是一個一定要完成的 什麼東西的這個想法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當時認識了很多教授 是就是長達十幾年 都還是在一起認識 一起做研究等等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健康的 跟學術界的關係 那像我們現在的課綱調整 或者未來學會受益法調整 其實就是要促使大家 要開始往這個方向想 就是大學裡面的老師們 其實都是大家的研究夥伴 那只是比你先關心某件事情 但不表示你關心的方法要跟它一樣 大家是可以互相切磋的 大概是一個想法 那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對一件必須做的事情 有感到無力感 會怎麼樣處理心態跟找出方法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其實沒有什麼無力感 那但是這個是 我想是也是一個 我先講我怎麼處理 可是這不一定能學 就是說我小的時候 是有現在心臟病 那所以心事中隔缺損 所以我最早的記憶都是跑醫院 然後就做什麼心電圖 什麼的 那然後那時候醫生是說 我如果能夠活下來 活到可以開刀 那這個是有機會根治 所以我十二歲是開刀 那開刀之後 確實身體就變得很好 然後去爬這個喜馬拉雅山 都沒有高山症 因為身體很習慣缺氧的狀況 那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小的時候是確實就是 大人都是跟我說 我是沒有辦法感到激動的 就是我如果是還生氣 那心跳只要快過可能一百六 馬上就昏倒 因為血裡面還癢癢不足 那太高興快過一百六 也就昏倒 那所以就是說 我小時候是有兩個 一個是說身體會很自動的 就是在有很強烈的沮喪 很強烈的憤怒 很強烈的激怒 或很強烈的興奮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很自主地 開始一生呼吸去調解那個心情 那不然的話就會昏倒 就是所謂的認知行為治療 那但是在第二個就是說 那因為我都隨時活在的時候 那我明天住民就醒不來嘛 的這樣子一個情況下 所以也養成一個 今日是今日必的習慣 就是說 就是一直到開刀完了 這個當然理論上身體好了 但是其實都還是有保持一樣的習慣 就是像我E-mail就是睡前 一定會把它回完 那沒有回完的話大概就不會睡覺 或者是說我如果做 就是開放原始碼的工作 我寫程式寫到一個程度 那我睡前已經會Push 就是把我做了這個部分 公開上網 那也拋棄掉著作權 讓任何人都可以去使用 就是所謂這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就是每天晚上都是在這個狀態 那所以呢 這個是等於已經是一個 長期的心理習慣 所以就算身體好了 這個習慣還是沒有消失 那我後來有去體驗一些 就是比較開心 所以我現在感覺到很開心 這種記憶是有的 那或者做什麼摩天輪 以前都不能做的 這些是這個記憶 雲霄飛車 這個後來是很有意識的去做 那但是很憤怒 或者很激怒 或者是非常非常負面的感受 我是沒有感覺到說 我一定要去累積這種經驗 所以目前都還沒有這種感受 那所以就是看到的時候 我都是理性上的了解 我其實沒有辦法感同身受 所以就是這種很強烈的負面情感 沒有第一手經驗的情況下 其實每天就是覺得說 那我就是做我那一天可以做的事情 那本來也就不太可能 在我這個有勝之年看到 我的理想達成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安娜奇啊 所謂的理想就是 在未來就完全沒有 上對下的命令關係 整個磕層結構 要從人類的社會裡面消失 那想也知道 有勝之年是看不到的 那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每天多做一點嘛 多一點大家不要有一種 什麼事情一定要留上來一下 才能做的幻覺 大家可以多想一些 大家可以互相協同而做 就可以做的事情 每天影響到一個人 我就覺得很高興 這一天有做到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比較不會有無力感 因為真的想做那些事情 大概都沒有辦法有勝之年做完 對於網路流傳一句 唐鳳的性別就是唐鳳這句話 有什麼看法 鏡表同意 對 那確實就是 我其實從小就沒有什麼 就是性別刻板影響 所以 當然現在有各種講法 non-binary gender fluid 這些都是外來詞 那所以從小我其實 就學到說 電腦其實根本不在意 我的性別是什麼 就是不管我寫程式也好 或者像我剛剛講 我email給研究人員也好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的尊重 大家並沒有特別覺得說 你要揭露你的性別 我才跟你一起做人工智慧研究 我們寫出來的人工智慧程式也沒有說 我要先知道你的性別 我才跟你對話 都沒有這樣子的狀況嘛 那所以 其實我覺得 我的整個學習過程是在網路裡面 很大一部分就是讓我了解到說 其實性別展演這件事情 它是 每個人可以自己決定的 那它的range是可以非常寬的 那尤其在網路上面 其實很多時候跟性別是無關的 那不像在現實生活中 也許還是有一些刻板印象 那這也不只是性別 有個概念叫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多元交織性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優勢的部分 跟少數的部分 那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少數的部分 來感受別人少數的部分 就不會在多數的部分去欺負人家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 那所以 像我 就是像 直到入閣 我都有在VR裡面去教課 那我記得有一次是跟公視的 那個一些小學生跟中學生 去進行對談 那是在VR裡面有人在巴黎啊 那當時我就跟公視的說 那我們在設定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要把我的這個身高在VR裡面 設定成跟小學生一樣高 那所以這些小學生進了VR之後 就看到跟 就是 還是我的樣子 等比例 但是身高跟他們一樣的 這樣子去進行具體的討論 那所以就有一種 就非常平等的感覺 大家就真的是想到什麼 就會問什麼 因為你如果是在現實生活中 受物理定律限制的話 那小學生一定是仰望嘛 對不對 那所以那個心態就不一樣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透過各種各樣子 在數位方式的設計 其實可以去平衡掉 很多我們在物理空間裡面 好像你就是一定會有的一些刻板印象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是 為什麼我那麼透露 就是往的社會去 就是覺得說 在這裡面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 就是超越 一開始看起來是差別的 但是可以把這個差別變成多元的創造的一些可能性 有一個程序動議說 可不可以請委員讓大家不要睡覺 但是我覺得睡夠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睡眠不足的話 那這個時間來睡覺我覺得是很好 好 對因為這個有一個道理 其實就是像我每天幾乎都一定要睡到八小時 那其實我同事都知道我睡到七小時是minimum 那我如果只睡六個多小時的話 那一天就不要期待我有什麼表現 那原因就是說其實睡眠就是人真正學習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白天大概都只是累積學習所用的素材而已 那是在睡眠的時候才把它整合進人的長期記憶 整合進人的自我形象 整合進人的所謂reality的真實裡面 那現實裡面 那所以如果你一直長期睡眠不足的話 其實很容易一直造成本來的刻板影響 因為其實它並沒有一個長期 就是硬碟都沒有寫入 都只有記憶體 那重開就清掉了 那所以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有沒有睡夠幾乎是一個人的學習 是素杨的學習 還是只是技能的練習 因為技能練習是你不用睡覺 你就小肌肉不斷練習 那個就是投懶啊 投很多次那個肌肉會有記憶 那個都還不一定需要睡覺 但是如果是素養要進行調整轉變的話 睡夠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睡夠 那這場演講本來大概也不太可能真的改變你 所以睡夠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有18個朋友們想問說 如何三位元一樣想法清晰有條例 那其實這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大概就是要透過對於哲學的大量的閱讀跟實踐 那這兩個是缺一不可的 那所謂哲學其實就是有點像是思路 就是別人已經在各種各樣可能想事情的方法裡面走出過一條路來 你不一定要跟他走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 這邊有一條路 你從這一條路可以走到這裡 可以走到這裡 可以走到這裡 在這個中間不會半導 不會受到很多就是認知的偏差偏誤等等的影響 你可以了解到說人是可以這樣想事情的 那所以哲學的各種不同的門派流派 其實大概就是在人類可以思想的範圍裡面 去走出各種非常不同的路 那你不一定都要走到非常非常極端 走到極端有沒有什麼好處 那所以是應該是在一個普遍認知的情況下 就好像說運算思維是對電腦不要覺得是很可怕 或很神秘的東西 人文素養是對於整個社會不要覺得說 我只做一小部分的技能是能夠有更廣的關懷 那哲學同樣的就是對於想法跟你不一樣的人 思路跟你不一樣的人 思維跟which is everybody else 就是其實所有人的思路都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還是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價值 或者一些有一些共同的比喻 或者一些共同的講法 或者一些共同的形容 它是既沒有喪失掉這件事情本身內部的連關性 又可以往外讓對方可以或多或少進入相同的 看到的事情的這樣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叫做世語融合Fusion of Horizon 那為什麼我會很自然講這一套 就是因為在輟學之後 花了一整年去看有一個叫做高達美的一個人 他就是發展所謂哲學詮釋學 就是看法不同的人怎麼樣互相 透過互相影響 甚至其中一個人已經過世了他只留下他的作品 另外一個活著的人怎麼樣去讓這些意義在現在重新發生 那他發展了一整套思想的方法叫做詮釋學 就是去把看的東西互相融合 那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流派 有各種各樣的流派 那所以如果你就是多走幾條不同的思路的話 那就會在每時每刻都可以去練習 各種不同想事情的方法 那到最後就可以到所謂taking all the sides 就是你看到四方正在吵架 你就發現說你在這四方的思維邏輯裡面 你都可以站在這四邊 那等到到這個程度其實就可以很清晰很有條理 因為就不會覺得好像是思維方式跟我不一樣的人就是敵人 或者怎麼樣 因為你就可以去用他的思維方式想事情 你不一定要同意 但是你可以從他的思維方式想事情 有位朋友問說委員今天有沒有睡滿八小時 有謝謝 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我的英文是不是自學的 對 我英文其實是我很後面才學的 我大概十四五歲 真的輟學了 然後要開始做研究的時候才開始學英文 我小時候當然就是龍熙公大義 因為我阿嬤陸港人 那到當然上小學之後 因為當時還沒有這個 就是所謂的國家語言發展法 就是當時還沒有說你要用台語去學物理 學校也一定得教你的這種法律 現在有這種進步的法律 我覺得非常非常高興 但是當時沒有嘛 那所以就是上學之後 當然都是學這個現代標準漢語 那然後之後就去了德國一年 所以學德文 然後因為在德法邊境 所以又得學一點法文 那所以一直到回台灣 然後輟學之後 才真正因為要做研究的關係 那沒有辦法 Paper都是 尤其是人工智慧的Paper 大概全部都是英文寫的 那就非學英文不可 所以那當時 除了就是透過Paper 學英文之外 還透過一個 現在可能還有人在玩的 叫做魔法風雲會 Magic the Gathering 的一種即幻式卡片遊戲 那這種遊戲 當時甚至連中文版都才剛出來 所以沒有幾張牌 有翻中文的 那所以就是一開始學的就是 如果不是透過遊戲 跟線上聊天學 那就是透過Paper學 所以我的詞彙是 非常奇怪的 就是兩邊的詞彙 那反而是 中間的這些詞彙 是到很後面很後面 才學會的 那所以有的時候 到英文演講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如果我上一個講者是澳洲人 我講話就是澳洲口音 那如果上一個講話是英國人 我講話就是英國口音 如果上一個講話是美國人 但我就是美國口音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太晚學了 然後學的時候 又是純粹是用文字的方法學 所以我其實沒有exit 我沒有累積足夠多的對話的紀錄 所以就會變成是上一個人的那個 升學模型的 acoustic model是什麼 我就會直接套用那個升學模型 那所以 anyway 所以英語的部分是 雖然很流利 但是其實那個是完全沒有什麼對話的經驗 就是完全憑著 就是上一個人講什麼口音 就沒有什麼口音 又來了 上次不是已經饒舌過了嗎 哈哈哈哈 好 那所以 這次可不可以跳過 好 我忘記上一次是 好像是Hamilton 對不對 上次好像是Hamilton的前面一部分 那這次就 不要太耽誤大家的時間 我就 速度比較快的 這個 帶前面一小部分好了 這個 領而來 好 有 些津 好 谢谢这样子 接下来21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很多中学老师加上其学生都认为这几年平凡的课改编课高一级多元学习 但今天影响到了学家或政客上课时间 几少的政客时间让不少对教师的有限的课堂数量要找完 不完女士教学内容一大口难一度申请 比较至学生抱怨上一口上课 欢迎到考题难获胜下一口请我也要这么解释 这个也算是RAP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这样不乘课时间减少乘课时间 确实是有一点RAP的味道 这当然一方面确实就是中学老师的这个层面是最困难的 我们这次选拟国教课纲争议最大的也都是中学的部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小学跟国中选修还没有那么大规模的被引入课纲 那高中呢一方面被引入而选修 所以有非常多的时间就会变成是学校自己决定 他只要能够扣合这些素养 那我们不管他开什么课 但是二方面他又承载了很多社会的想象 就是你觉得说这个国民教育就快要结束了 在毕业前至少多让人家学一些东西吗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两个力量交织的结果 就是确实就是所谓的素养融合教学 多元学习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教学 所有这些东西都变成是说那我最好一个小时就可以教你50件东西 那这一个小时里面我们可以综合50种素养 那但是这个就造成了一方面老师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除非老师自己平常就是用跨科的方式在规划课程 不然他当年在受师范教育的时候不是这样教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在毫比较运算思维 就是带入城市设计啊这些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说其实来的老师 他很多是不习惯说 他除了教所谓计算机概论 教材料结构或教什么之外 他不是很喜欢去跟别科去做配合 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 就是当然在高中阶段应该还没有这个 就是小孩有分离教育这种问题了 但是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生活上的问题嘛 那这些问题他怎么样透过运算思维来解决 这个就会变成是说有的时候反而学校的社团 或甚至从学校外请来的这些夜市 或甚至一些家长在这方面的经验 都比在学校里面那一个单科的老师要来的强 那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如果一直开外挂 就是把本来的第八节啊 社团课啊什么东西全部外挂进体制里面 但是不让学校的老师参加的话 那这个未来就只会越来越弱而已 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要让老师有自己重新学习 他的那一门学科的兴趣 但是这个兴趣是从旁边别的学科来的 那如果你能够引发教师的这方面的兴趣 就有很多方法 学生自己的学习的动机 其实也可以带动老师的兴趣 或者是透过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结合在地的一些社团啊 夜市啊 甚至在地大学的资源啊 USR啊这些 那这些当然都是重点 但是我们就是让老师重新对跨课学习感到兴趣 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那就会出现上一号 上课快 但考题难活成下一号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这大概分三步了 一步就是我们会让大考中心去尽量不要让 就是那种很偏门的就是很难又很深的东西进入这个考试 相反的就是大考中心要考的是 你具体的透过跨学科的累计之后 你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或者你有一套自己看世界的方法 那这个东西是所谓的素养融合的大考的方法 那这个我们已经请大考中心从明天九月开始往这个方向改 事实上这两年已经试了一些了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大考调整之后 我们要引起每一个学校自己的课发会的兴趣 那这个是有各种像共同备课啊官课啊 或者共同官课或者是所谓的双试教学 就是透过远距教学 那这些又奠基在每个学校它要有足够的资源 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双试教学 它最简单的就是你要有好的投影机 你要有很快的网络连线嘛 这个虽然听起来是稀重平常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马上就是犧牲掉没有这些的教师 那所以所有这些硬体的部分 刚刚讲到心理建设的部分跟大考的调整 那这些都是在新课纲里面 其实如果去看涉年国教总纲 我们在总纲的时候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那所以在就是整个课程会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让各地更熟悉这样子一套做法 那我们也透过因为107变108课纲多出来这一年 去累积了很多具体的教材教法 有21位朋友们问说 假讯息太多 政府的办法是什么 那当然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有一个GCTF 就是当那时候美国就是我们跟AIT一起办的一个 所谓的媒体系统的这样一个工作方 那这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要把单独的讯息看成敌人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比较像是起流感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它是大家可以看到之后因为手机萤幕很小 然后激起了一时的情绪 所以来不及看完就会转传 这个是一个新的媒体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是全世界都有的 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 而且呢它每一个转传的这个梗啊 它很可能会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然后就就是不断的流传下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球共同的现象 我们是要用一种比较像是穿染病学这样的方式去面对 而不是把单一单一的这个载体 好像当作敌人一样 因为它很可能当初感染也不是他愿意的 他就是可能就是看到某些自行 或看到某些伟人的照片 或者看到什么东西就不由自主的感染 这也是我们想要去处理的 那另外就是说政府它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保持一件事情的公正性 这个公正性体现在很多方面 一方面是说我们如果觉得事情是怎么样 我们要勇于快速的出来澄清说 你早上看到觉得事情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四五小时之内到中午 政府一定会出来说那事情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 不是说去把那个揣测的人关起来 而是说我们及时的去让大家知道说 事情从我们的角度是怎么样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贾薰奇其实不只是针对政府 它也是在波及到所有各个团体中间的互信 它会把整个社会里面看起来非我族类的人 就是所有中间的这些物性会摧毁掉 其实政府的波及还是比较少的 而是就是每一次假讯息在传的时候 都会把整个人群啊 就是可能你本来觉得同温层 但是传了几轮之后就解除朋友了 这种事情屡见不鞋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刚刚说网络可以快速信任 但是现在的这样子一种不实讯息 它会让这个快速的不信任 它流传的速度甚至比我们以前的那个快速信任要来的快 另外当然就是说台湾是在我们Civicus Monitor里面 我们整个区域甚至一直到非洲 我们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都在增长 但是我们的周边全部都在倒退 那所以假讯息的使用者们也有一些刻意 就是希望台湾退回到没有什么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结社自由的这个情况 等于逼着台湾要跟整个区域一样去牺牲掉言论自由 那但是我当然是觉得说这样就被分化就得逞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说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要牺牲大家的言论自由 什么关三天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核心价值 我还记得戒严的时候 比如我年纪大的长辈也都还记得戒严的时候 我们都记得说所谓没有行论自由是什么状况 那所以我们只要还活着了 大概不会让台湾倒退到那个状况 那当然也许过两百年大家都觉得 哎论自由随便了 那但是只是在我们这一代 就是我们都还记得戒严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倒退到戒严的那个时候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现在大概透过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说我们及时的去处理正义讯息 来确保公共对话的空间 那第二个是说即使这个我们没有及时澄清 或澄清的力道不够 那让假消息有机可乘的时候 我们确保说这个我们跟第三方的查核机制 去协力来提升大家的媒体素养 所以如果大家可能之前有关注一个网站 叫做Colfax 那我这边先讲 就是这个并不是有性别歧视 就是如果你每次重新整理的话 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人称代名词 就是可能是同事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手气不是很好 但每次重新整理的时候 都会带一个不同的人称代名词 好好对 终于有一点性别平衡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这个不是政府做的 这个就是G0V临时政府做的 G0V简单来讲就是把所有政府还没做 但是民间觉得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都去架一个看起来 有点像政府的网站 但它其实不是政府网站 它是G0V.TW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所谓代用政府的概念 就是政府没做 那没有关系民间来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公共性 它就是一个LINE的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如果你把它加好友的话 这个欢迎大家加好友 加好友的话 你每次看到一个讯息 第一个你会养成一个 先问一下一个习惯 很多时候你只要问一下真的假的 它那个感染力马上就比较少 那第二个是说 你看到一则讯息 你不确定真的假的时候 你就可以转传给这个机器人 转传给这个机器人之后 它就会回应你说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它是一个事实插合的一个机器人 那很多朋友为什么当初会做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作者 他发现对他的长辈来讲 所谓的网记网路就是LINE 所谓的LINE就是网记网路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Google的存在 然后也不是很想要去学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他以前都在他的家庭群组里面说 没有你Google一下就知道这个是假的 然后他长辈就说 什么是Google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发现说 他不能够这个叫长辈去Google 他只好把这个东西带到他的长辈面前 就是变成是他的一个LINE的朋友 那所以这样子有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谣言 它是在那个土壤里面 就是你一群人 对别的一群人不一定是政府 已经很不信任了 所以关于另外那群人的谣言 在这群人中间就特别会转传 那它转传呢就好像病毒嘛 它演化 常常就会突变出一种比较流行的一个变种来 那到某个程度上就会有人去收割这个变种 变成更大规模的这个流言 那所以在真的假的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一次看到台湾目前现在最流行的谣言有哪些 然后以及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目前按照回应数字牌的话 有很多脸书流行的测验近视变点 一条领带就心肌梗塞 什么跟什么一起吃会怎么样 恐怖源爆料 机上的热饮都是用厕所使用厕所使用 现在大家还是这个关心身体的比较多 那可能选举过了 选举以前都是比较政治性的 那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 当然我们一方面就可以看到说 当它还没有很流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把每一个这个正在流行 但是还没有变成大流行的这件事情 去看到说这是一个不是讯息 那但是呢这件事情呢 其实重点并不是在它触及到line上的多少人 可能触及只有5万人而已 重点是说它把这些在地下的 我们本来用Google根本看不到的 的这些留言 它每一个都有一个自己的网址 那每一个网址呢都可以变成大家公共讨论的 不管在PTT啊脸书啊其他地方 抵抗上面讨论的一个社会物件 一个社会标的 因为所谓病毒的疫苗 最早的疫苗就是用感染力比较少的病毒做的 所以就是微量的病毒 然后大家都可以绕着它 然后心里都已经习惯了说 就是有人在串这个了 那接下来它突变成比较强的版本的时候 大家就比较不会受到 心里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那所以这个当然这一页我是没有这个看太久的习惯 我没有秀给大家太久可能会精神无人 那但是它的重点就是说 让大家就事论事的知道 目前正在传媒谣言是哪些 我们当年解决诈骗垃圾邮件的时候 也是这样解决的 就是靠大家受到邮件 解决拒证是诈骗邮件 那它会集中到一个网络叫做Span House 那Span House会去进行集合跟追查 那Span House的整个运作都是透明的 就像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一样 它的运作也是一个透明的运作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就会去看像真的假的里面 现在最红最流行的谣言是什么 然后透过这个新闻记者查证的这个方法 去具体说这个公投高于宪法 是这个谣言 那但是呢 他们就会开始这个具体的去调查 去进行调查报道 那所以苏彦图博士表示 司法院秘书长表示什么表示 然后他就会用一张简单的图卡 去说这是错误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就是说一方面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都学到说 所谓的查证 所谓的新闻工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等于就按照调查报道的这个程序 跟着他们走了一遍 那第二个就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嘛 你可以加入真的假的社群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TFC的社群 那第三个是说 他完全没有政府的公权的意在里面 这个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新闻工作者 所以当他们把某个东西他查核 确定不是事实的时候 那接下来在明年应该一月或二月吧 他就会进入这个脸书的演算法里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所查证是错误的 那这样他在脸书上面的传播力 就会大幅下降 就会变成几乎看不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除非你只有那一个朋友 那脸书还是会给你看 那但是如果你要超过一个朋友的话 那这个如果转传已经确实是TFC 查核是不实的 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进入演算法里面 那Google啊其他图分 大概也都会用类似的方法的数 那当然这个事实查核又可以回去 变成真的假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payload 等于任何人以后 如果再传出公透高于宪法的话 那个真的假的机器人都会直接告诉他说 就是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想民间已经开始有一些免疫系统出现了 那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去尽可能的快速澄清 那二方面是说我们确保说在真实世界里面 如果有一些很重大的像传染病防治啊 或者是这些散播不实疫情啊 这个你如果在街上讲就已经本来就会被罚的 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因为本来忘记忘录 这些主管机关没有办法直接在忘记忘录上面去执法嘛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用一个桥接法的方式去说 那你在现实社会里面本来就已经是犯罪的 就是刑法的重大危害公共利益的 那我们在网络上做一样的事情 那也要经过一样的司法程序 那但是呢 不是说在网络上做就免责了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步了 就是积极运用法规跟基础以适当方式来揭露犯罪事实的这件事情 所以并不是没有刑法的这一部分 只是说我们不会为了网络上面的言论特别去理任何的刑法 而是说我们现在本来就有的像什么意图实人不当选 恐吓公众什么东西 我们尽可能把它桥接到网络上 但是在网络上大部分还没有发酵到这么强的程度 这个通常都是已经病毒已经演化到 就是很后期了才会变种出这种东西来 大部分的都还在事实澄清跟及时处理正义讯息这两层去做 所以我们大概现在是分次三层来处理这件事情 好那还有十二分钟 有二十位朋友们 这个希望我简单的来讲解 什么叫做九二公式 正为几百科有的 为什么要考我 那大概就简单来讲就是说 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 就是双方有一次会谈 那在这个会谈里面呢 双方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 上一号一个中国 下一号有不同的见解 那因为这个见解 所以就导致会谈难以发生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到最后会谈发生的前提 就是双方都理解到说 双方对这件事情没有共同的见解 那所以呢 对于双方没有共识这件事情 双方取得了共识 这个就是所谓的九二公式 好那如果有这个 学过这个 就是intuitive logic 的话 那这个是所谓的 这个continuation monad 就是双重否定 就是 那这个双重否定 并不是肯定的意思 这个双重否定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对于 双方对某一个用词的没有共识 这件事情有共识 大概是这样子的定义 那也也蛮有用的 就是双方的会谈就发生了 那但是这个也可以理解到说 为什么我们总统一直说 这个他尊重九二会谈存在的事实 因为他很容易就是套一个模子进去 然后就真的以为说 在当时有取得什么共识 但其实在当时 唯一取得的共识 就是双方对于一个中国 有各自的立场 而且没有共识 的这个共识 好那所以 这个就是我理解的所谓的九二公式 维基百科有一个很完整的说明 那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什么是社会企业 台湾有哪些社会企业 我先讲什么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就是说他有 他有一个社会或环境的使命 就是他想要让社会或环境 变得更好 那第二个是说 他要有一个营运的模式 就是说他在经济上 也是希望是永续的 那第三个是说 他实际上对于环境或社会或治理 发生的这个影响 他必须要揭露出来 所以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purpose 然后model 然后impact 对 就是他的使命 他的营运模式 跟他的影响力 那这三个都有的 我们就承认他是社会企业 那当然现在我们对于社会企业的分类 是以十七个联合国人区发展目标 作为主要的缩影 那但是不限于联合国人区发展目标 只要你讲得出来 这个你希望社会或环境 经由你的营运 怎么样变得更好 而且每年能够让社会知道数 那你实际上到底造成了什么改变 在决策上面使用投票 一人一票 那也就是说是比较像是民主政体这样子 所以他是透过民主决策 去达成共同的这个经济的分配 那所以他后面当然一定有一个营运模式 但他前面有一个促进 大家更了解像主富联盟 是更了解永续的环境 这个环境价值在这边 那他因为合作设计人一票等等的形式 他同时也让社会上面的组织 就是彼此信任的程度 会变得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说主富联盟 他是同时在社会环境跟经济上面 都有做到永续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除了合作设计的社会企业之外 当然也有NPO形态的社会企业 NPO的设立 当然有一大部分 就是因为你捐款给他可以抵税 那但是很多NPO 他完全只靠捐献 但是也有一些发现说 没有他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要让 就是写汉尔能够找到一些 他能够贡献社会的方法 因为人能够主观贡献社会 会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人生 那所以呢 他们不但就是有一个社会创新 就是把所谓的智障 改名叫喜汉尔 或唐诗证 改名叫喜汉尔 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创新了 那而且呢 也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方法 像刚刚讲的 就是能够画出很漂亮的视觉设计 不管是刚刚那个足球场 或这些很漂亮的猫头鹰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喜汉尔画出来的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喜汉尔也会觉得说 我对社会很有贡献 那所以这个不是只是辅导的工作而已 他也是透过这个就业 来让大家知道说 不管你是烘焙成为专业的面包师傅 像我有跟那个 有这个秉级正照 的一位喜汉尔的师傅 学怎么烘过的面包 就是他也觉得说 能够教这个烫风 他也对社会有贡献 所以就说这些都不会因为他 就是他的基因组成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 而剥夺他对社会贡献的可能性 那他们就发现说 这些东西蛮好卖的 所以其实他们大部分 其实不是一来捐款 而是就是这些烘焙出来的食品 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些画作 或者是这些 食物加工啊等等这些东西 变成是他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财务来源 所以从NPO接受捐款 发扬社会使命 到里面有些服务活产品真的可以卖 然后到变成社会企业 这是一条进路 那当然反过来讲 也有一些公司 像林源食品 他虽然是用公司形态 可是他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是为了要促进 所有的这些环境的永续 而成立的公司 我的整个供应链 我就只用跟环境永续有关系的 这些产品 那我的所有的promotion 我所有的所谓的商务拓展 我都是以这个价值的拓展作为目标 那如果跟我价值不对盘的话 那我会说服你到对盘 他才能够加入我的供应链 那这个是用所谓的供应链管理 去做价值创 那这当然也是社会企业 所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组织形态 但是都可以是社会企业 我们现在在社会企业上面 有个网站 就是sesocialenterprise.pds 就是我们办公室 pdis.tw 那到sepdstw之后 如果用关键字的话 应该叫做新创原目网里面的社会创新实验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登记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速的进入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说 好比像说台南 有多少的社会企业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有万里环保啊 普遇啊 这个药远国际有限公司啊 幸福粮食啊 什么之类的 那有一些呢 它有个黄色的标记 像万里环保 那你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它有个黄色标记 叫做张城揭露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家虽然是一家公司 但它并不是只以盈利为目标 它在张城里面 就让所有的投资人 跟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知道说 它这家公司的成立 就是为了要促进 这个环保理念 万物共好 绿生活的主张 然后只值行符合上述原则的业务 什么之类的 那你如果要看它的公益报告啊 所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自动喘结 会连到经济部的商工登记 公式资料查询平台 就可以让你很快速的看到 它每一年 它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它的影响力评估 自行揭露事项 等等的这些部分 那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责信 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就让所有的 不只是股东而是 所有人都知道说 这家公司它成立 就是要做什么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社会企业才有锚定的作用 等于不会因为它增了第二轮子 第三轮子 它的使命就跑掉了 大家就会知道说 它之所以成立 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做这件事情 那有21位朋友问说 台湾的学生啊 要怎么样子跟世界竞争啊 非常好的问题 简单讲就是不要跟世界竞争 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 个人的竞争力 我觉得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 它是一个已经破产的概念 就是说 它是比较是在生产线的时代 就是工厂法的那个时代 可能还有一点点用 但是现在当你是人跟人之间 不看生命体验 不看你的价值判断 不看所谓自发互动共耗 而只是说你在有限时间里面 用有限资源 能够在某一个跑道上面 多比别人跑几步的这种 所谓的效率 这种所谓的竞争力 那这一部分 如果不是已经被自动化 那就是马上就要被自动化了 就是说因为如果你的输入 输出都可以很容易的定义 你中间不需要用到人的价值 的判断力 或者个人的生命体验 里面也没有跟其他人互动的成分的话 那这一部分 虽然AI并不是万能 但是这一部分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植物流程在设计 就是去把我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 所有融的部分 Trivial 的部分都找出来 那Trivial 当然 其实是一个数学跟计算机科学的名词 不是说它不重要 是说它的结构简单 Trivial 就是结构简单的意思 当它结构简单的时候 就可以自动化 那所以但是也只有结构简单的东西 才有竞争力 才有所谓的单一个维度的竞争 那才有所谓的跑道 不然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你自己转一个方向 就开始往自己的方向跑 你就赢在起跑点了 因为没有人跑那个方向 那所以别人不管怎么跑 你就跑自己的方向 那但是又因为透过网路 你可以把你想要到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的目标了 去跟所有从不同的起跑点 但是跑往相同方向的人 去集合起来 所以并不是说你跟你跑 同一个跑道的人是队友 不是这样 而是你跟所有想要到同一个地方的人 才是队友 那但是呢 这些很可能是四散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像我之前的做法 就是我学了一个数学家 他叫做Paul Eudesh 那 Eudesh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说他去跟某一个数学家 就跑去住他家 然后不管他那个数学家 在做什么论文 他就跟他一起写论文 那一起写论文之后呢 他就是也不是白事白住嘛 有一些学术上的贡献 但是呢 当他这个写完论文之后 他就给对方一个选择 要么他就继续赖着 继续写下一篇论文 不然的话呢 他就要 那个人就要出火车票 然后去让 推荐下一位数学家 让他能够去住他家 所以他就是在完全一个 就是不花任何一毛钱的情况下 就可以在一个数学家 到一个数学家 到一个数学家 这边不断的彼此游走 那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各位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这个到了可能二三十 二十几个国家 然后去跟就是 非常多个计算机科学家 一起主 然后一起去发展一套城市语言 叫做Peroleu 现在叫做Raku了 那所以Peroleu这个语言 他是要把所有的现存的城市设计的想法 函数式的想法 物件导向的想法 命令式的想法 逻辑的想法 随便啊 全部都融成一炉 所以他需要各种不同的计算机科学的建设 那所以我就是学儿 就是说你 你就是帮我找下一个人 然后我就去他那边住这样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做Peroleu的某一个小部分 那所以这个当然需要两件事情 一个是需要我的那个家长 心脏非常强 因为我去的全部都是陌生人 我们就是在网路上交换过意见而已 但是虽然说他在网路上号称是德高望重的教授 但是谁知道呢 但是事实上我这两年 就是也都没有碰过坏人 所以运气还蛮好的 那事实上是现在真的是大家透过网路的这个户型是越来越容易累积 那我们当年是需要心脏非常的大科 那第二个部分它需要一个条件 就是不把任何一个进入 不把任何一个文化 不把任何一个传统当作是要否定的 要洋气的 要打破的 我们如果发展一个学术方向是要打破某一个学术方向 我就没有办法跟那个学们或那个流派的人合作 那为什么当时能够去二三十个不同的学们 我们的朋友们的家里面去一起工作 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抱持着一种 看起来乍看之下是互相冲突的 但是我们最后是可以把它调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信念 所以这种跟世界的协同合作 我觉得会取代竞争力 那当然团体跟团体中间可能还有竞争力 有市场这个都是真的 但是个人跟个人之间 我觉得越少这种竞争的想法 在未来大家发展的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宽阔的 好那我们就准时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问题 谢谢 好那我是不是 我坐过来是不是 我们反过来来 我坐过来 感谢观看